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沙爹金钱肚 沙爹金钱肚是广式早茶经典的茶点之一 它的味型以咸甜为主,复合香味浓郁 今天就来分享它的做法 准备一个蜂窝金钱肚 冷水下锅焯水 水开后,立即把牛肚捞出 用冷水冲洗 再用手或者钢刷搓去牛肚的粘膜 我用的是新鲜的金钱肚 需要做简单的处理 也可以到市场选购处理好的金钱肚 市场上白色的金钱肚 一般都会用石灰或者药水浸泡过 所以自过的金钱肚更加的白 色泽更加的通透 做给家人吃的讲究绿色健康 所以用手工把屎皮搓掉 这是已经搓干净的金钱肚 金钱肚内部的黑膜也需要清理掉 接着把清理好的金钱肚下锅卤制 放一些八角,桂皮等香料去除牛烧味 我把香料的配方以文字的形式列在屏幕后方 开火,放入一根葱结和少许盐 把水烧开后转小火,慢慢的卤制 大约需要焖一个半小时 用筷子能轻松擦穿牛肚即可捞出 准备一节去皮的白萝卜 把白萝卜切成小手指厚度的片状 再改刀成食指宽度的大小 白萝卜在蒸金钱肚的时候用于垫在盘底 卤制好的牛肚切成大拇指宽度的条状 开始调制酱汁,主要以百合酱为主 放入一勺沙爹酱 也可以用沙茶酱代替 放入三勺的百合酱 一勺的叉烧芡 百合酱和叉烧芡的做法 在此之中凤爪的视频里有介绍 把金钱肚放入碗中 和沙爹酱拌匀 放入少许葱油 芝麻香油 豆豉油 蒜油 把它拌匀 腌制两个小时 萝卜均匀地摆在蒸碟里 再把金钱肚逐一地摆在萝卜条上 把剩余的酱汁淋在金钱肚上 装入蒸笼 蒸锅上汽 放入蒸锅蒸15-20分钟即可 中煮的时间 根据自家火力的大小 自行的调控 蒸好后 放入青红辣椒圈 点缀 一款美味的广式茶点 沙爹金钱肚 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给个小小的鼓励 感谢大家 看一下做出的金钱肚 色泽红亮有卖相 来试一下蒸好的金钱肚 金钱肚口感软糯 酱香味浓郁 萝卜软辣入味 感觉更加的好吃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